吃糕可以说是刻在大同仁骨子里的习惯 想吃黄糕了 沿街找一家糕馆 就能吃到魂街木银的那块糕 在这里吃黄糕 点黄糕 都是一块打底 这是一块糕啊 这不是一盘糕 这个没处理的叫素糕 我教你怎么吃 按自己口的大小加一块 好 我先给你表演一个吧 就脚一两下就吞了 石膏最高的境界就是要咕咚 从这里到这里 自量十足的黄糕 又软又筋是它的标签 呼伦吞糕是当地人的独特技能 想要顺利咕咚吞下 还要请出它的绝妙搭子 肉汤 拿一块 这样了吗 这样了 感觉怎么样 入口还行 你越嚼越粘活 越嚼越粘活 它就在口中弥漫开来 但如果你蘸着这个肉汤 咽下去 它就下来了 嘴里就只有这个鸡肉汤的味了 然后再加上这个高的香油 一点点留在嘴里 黄糕泡肉 吃个没够 黄糕搭配肉汤 是大同人最经典的吃法 一赞一脚一 配上肉汤 特别香 无论是鸡肉汤 牛肉汤 还是羊肉汤 一碗肉汤 都能让黄糕 更好地送入口中 也给清淡的黄糕 增添独特的风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